曲子珍 電影 李宗盛 我要甜甜的味道 我要香香的泡泡 不要闲闲的眼淚 我要星星都閃耀 我有情婚的梦想 穿越时空到处跑 衣服鞋子多得输不清 古装时装要陪套 笑一笑 跳一跳 快乐你还没烦恼 相遇了 新歌糟 没有什么大不了 笑一笑 跳一跳 快乐你还没逍遥 天晴了 空气中 都是成长的味道 分享的重要性 走 给你喽 黄奶奶 我们回来了 没有人呢 他们是不是在我那边呀 我去看一下 你快点把鞋换下来吧 不然东姑又要哭了 黄妈妈 我回来了 回来了 今天怎么样 上电视是不是很开心啊 上电视当然很开心了 有没有很紧张呢 我表现的不知道有多好 介绍之前那个火焰山的时候 那些工作人员都听得很入神 连主持人都差点不知道 该怎么接下去了 火焰山 女儿 你不是说过要带我去吃的吗 不糟了 嘿 幸好是我先去了那里 黄妈妈 你都不知道 那个山有多难吃 是苦的 还有最糟糕的很黏牙呀 哇 幸好乖女儿 你先试吃了 要不然我的假牙就没了 你真是乖呀 这么细心啊 还用说吗 你说谎 你刚才录节目的时候 不是这样说的 那还不是因为在电视节目上 没理由去说别人的东西 难吃的吗 但是 你在微博上也不是这样说的 走 你看看 你还说因为太好吃了 后来又去了一次呢 黄妈妈 来 再吃根青菜吧 黄妈妈 你不要这么小气嘛 我只是一下子忘了而已 还不是呢 你明明就已经去了一次又一次了 你先吃个鸡腿吧 我不吃了 吃什么都没有味道 真生气了 你也吃个鸡腿吧 是不是觉得不好吃呢 我做的不好吃吗 但做法和平时一样啊 不好吃不是因为这个鸡腿不好吃 你之所以觉得不好吃 是因为你不开心 好 学会分享美食 自然就会学会分享快乐 你明白了吗 快说啊 不明白 我知道了 黄阿爸 你是不是想吃我这只鸡腿啊 早点说嘛 给你 思思真怪 你自己吃吧 嗯 这位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甜品大师了 很高兴认识您 这些都是我尽心制作的甜品 哇 这些甜品的造型好可爱啊 好像好好吃啊 还用说嘛 这些是我爸爸特意找这位法国甜品大师做的 其他地方可是吃不到的 确 好看而已 未必好吃 那你就有所不知了 这位大师在国际上很有名的 味道肯定没问题 如果不好吃 就证明你的品味不够高 说多没用 快点坐下来吃吧 小朋友 你有这么多甜品 为什么不多叫几个朋友一起来吃啊 嗯 叫那么多人来干什么 啊 这么好的甜品 自己享受就最好了 纳吉叔叔 你不吃的话 那我就先吃了哦 怎么会这么好吃 香滑的奶油在嘴里融化 其中一粒粒的芝士瞬间化开 吃好多香味 把整个口腔 感觉整个人都软了 我都说是一粒的水平了 什么呀 一般般而已 这个芝士味也一般般 这个是法国的芝士来的 平时哪会这么容易吃得到 你怎么懂欣赏 快点吃吧 说这么多 哎 不行了 我吃不下了 我也很饱 还有很多啊 这些甜品又不可以放太久 吃不完真浪费 哎呀不用怕 我可以打包一些回去吃的 这样你们就不怕浪费了 哇 又吃又拿 大蓝不用谢我呢 拿回去又不是很麻烦的 谁叫我们是好朋友的 你们就不用谢我帮忙吃了 下次如果有好吃的 你们还要叫上我呀 拜拜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呢 等一下 如果放在这里 瑟瑟回来看到不就糟了 哇 先看看冰箱里有什么 哇 这种光线的倒是蛋糕 哈 不知道好不好吃呢 啊 啊 啊 全吃光了 确实就是浪费 有办法了 好 接着就是 天上这张纸 这样就不怕被别人吃了 我简直就是天才啊 鲍鱼 鲍鱼 真是好味道 哈哈哈哈 啊 嗯 看一下之前拍的美食照片 啊 这张拍的好 只要看到就能想起那个味道 这个巧克力也好好吃啊 哎呀 它还有一个芝士味儿 我竟然忘记吃了 我真的是太大意了 下次还要去试吃隔壁街的手工曲奇 对了 我还是先看一看有没有人评论我之前发的食品 嗯 嗯 嗯 先让我看看这些fans说了些什么 这间我也有趣 虽然不出名 但是好好吃 嘿嘿 史获 你的照片拍的好好吃啊 那还用说 你就好了 有朋友陪你到处吃 我各个朋友都说怕胖 不肯陪我 我也是一个人吃的 我留意了你的微博很久了 我也好喜欢吃东西 可不可以跟我做朋友啊 下次一起出去吃啊 嗯 学会分享美食 自然就会学会分享快乐 嗯 和别人一起去吃 真的会开心一点吗 那是当然了 记得之前你录节目的时候 最先想到的是一家人吃饭 是不是啊 哼 但是好吃的东西怎么可以那么多人一起吃 为什么不可以呀 一起分享美食也会令人开心的 这么好吃的东西我就不舍得了 嗯 因为这样自己的那份就分少了哦 分少了 对嘛 会分少的 算了 我还是一个人吃比较好 差不多消化完了 去看看那些蛋糕 哇 怎么多了那么多人 你又来蹭饭吃啊 是我叫神经刀来的 有吃的都不叫我 黄妈妈 你不疼我 你不乖 不值得疼 啊 啊 你还在生气啊 要不要去这么久啊 这些 这些不就是我带回来的甜品吗 怎么会在这里啊 啊 是这样的 我刚才打扫你那边厨房的时候 发现冰箱已经坏了 就想打开清洗一下 我看这些蛋糕还没有变质 就想也别浪费 所以立刻拿出来给他们吃了 是啊 我看有这么多又这么精致 就叫柔柔 华伦 武装院他们一起来吃 叫上他们几个 就刚刚好啦 我 疼 蛋糕啊 柔柔你尝尝这个 好好吃的 我这个是芝士味的 你也尝尝吧 嗯 真的好好吃啊 那 那你就多吃点吧 嗯 嗯 你就好啦 有friend陪你到处吃 我个个friend都说怕胖 不肯陪我 哦 我也是一个人吃的 我留意了你的微博很久了 我也好喜欢吃东西 可不可以跟我做朋友啊 下次一起出去吃啊 哦 哦 对了 待会儿我会问你们 最难忘的一次美食经历 你们都想好了吗 嘿嘿嘿 好像每次都很难忘哎 嗯 黄阿巴 黄奶奶 肥郡主 东姑 还有小咪 和他们一起吃饭 真的很开心呢 哈哈 那你呢 最难忘的是吃到什么 和谁在一起 哦 留点给我吃啊 喵 美食当然要分享 才是最美味的啦 各位小朋友 你们还记得最美味的一餐 是和谁一起吃的吗 喵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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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眼前快长大了 想念每个人的微笑 感情分了 比天高 千难万千我们都跨过鸟 多么骄傲 更像那 故事里面了 回到那个心里海盗 手牵手别走掉 手牧走到 唱起这首歌谣 这个天性格的飘披 却又不适合爱的味道 总爱说说想想 怎么一个学生都没有 一个沉迷瑜伽 一个沉迷吃东西 一个沉迷睡觉 而你就沉迷做家务 难道做家务也有错吗 总之沉迷就不对 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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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呀